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今天日期8月10号 农历7月初期星期六 天气方面要赶快来关心 中南部又在下大雨了 清晨发布的豪雨特报还没有解除 七个县市包含了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 留意雨市会来到大雨 甚至是豪雨的等级 另外在彰化嘉义市还有高雄 则是举步大雨 那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累积雨量已经可以看见雨市的威力了 雨量最多的前三名县市 云林口湖屏东坎顶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那台南北门也是将近了100毫米 现在来到了97.5毫米 迪洼地区要盛防积淹水 那这两天清晨到上午的大雨 主要原因还是台湾身处在一个很大的低压带里面 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 不过南北天气是有差的 比如在北部东半部就比较是典型的夏季天气 上半天可以看见阳光 那午后则要留意雷震雨 整体的温度表现呢 白天高温是落在32到36度之间 双北还有华东有被列入到高温资讯里面 所以还是要持续来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 再来关心医疗消息 健康一点通 台湾头颈癌的发生率有全球居管 将近有半数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呢 已经是默契了并不好治疗 不过台北荣总和清大合作找到一种治疗方法 是利用原子反应炉来打造棚中子捕获治疗 手术中可以比较精准的瞄准病灶 恢复也比较快 57岁的汤先生是一名退休警察 在去年里忽然有试睡 体力和记忆力变差 方向感不好等状况 就医后发现 一幻恶性脑干肿瘤 因为无法开刀摘除 医事判断需要使用BNCT 也就是棚中子捕获治疗 刚刚有跟太太讲 我们今天对你的治疗性天度很高 因为你的治疗计划设计各方面 其实我们都处理得很好 再加上你的病灶部位大小活性 其实都是我们过往经验 应该治疗疗效很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好把这个 这个治疗完成 我们会施打一个特殊的棚药 让它聚集在肿瘤的位置的地方 那之后我们再透过反应炉的 这个热中子色素照射 可以让这个热中子 与我们的棚原素结合 去列解出高生物效应的例子 进一步的来破坏肿瘤组织细胞 在模拟室中先定位头部照射位置 每一个角度都要非常精确 所谓的BNCT 是目前针对脑肿瘤和头颈癌的放射疗程 讲求快速精准的杀死癌细胞 台北荣总和清华大学合作 已经成功治疗500多个案例 而且清大也是唯一 人在使用原子炉BNCT照射的设施 BNCT在使用上 在原子炉型的 这所产生出来的种子 是比较符合这个BNCT的治疗的精神 因为它是产生出来是一个稳定 大量的种子色素 并且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病人在很稳定的状况下 接受到最好的照射治疗 我们进来之后 前面先定位 再过来去打药 也就是说我们认定 这两个小时打药的话 肿瘤里面可以累积足够的药量 而且正常组织比较少 这时候我们就送进反应炉去照射 所以一边在照射的过程中 我们是一边打药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启动治疗 那你放轻松 汤先生的妻子和神医师 在辐射室外为她加油打气 一直以来妻女的陪伴 也是她勇敢抗癌的动力 就是既期待又害怕 就是希望她可以缩小 然后就是回复到原本以前 就是她可以自己出去爬山那种的 然后另一方面又怕 这个治疗对她没有多大成小这样 对 但希望也是有 早上在清大进行BNCT 下午就能出院 汤先生术后状况稳定 也希望疗程结束之后 她能够顺利重拾爬山的乐趣 大爱新闻潘冠林 简缘辑李明华 新竹台北报导 再看到这个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是一位孕妈咪 或是说身边刚好有怀孕女性 那这一则新闻可能会很有帮助 怀孕过程中容易会产生不适感 但如果多运动 其实可以减轻这些痛苦 花莲慈基医院物理治疗师 就准备了为孕妈咪设计的缠柔运动 希望帮助每位妈妈用更好的身心状态 来迎接宝贝到来 吸 双手往外延伸打开 肩膀放轻松 再一个 吐 孕期中的妇女大多伴随有下背痛 跟骨盆腔疼痛等状况 缠柔运动结合瑜伽 太极拳有氧 但必须在固定的椅子上进行 确保安全 她的动作设计有很多的 包括用核心的力量带到前弯 带到后仰 带到旋转 带到侧弯 所以可以松开一些孕妇 因为重心改变 就是肚子越来越大 而影响到腰背紧绷的状况 花莲慈基医院开办爸妈教室 许多准爸爸妈妈都来参加 太太怀孕六个月开始下背痛 许先生陪老婆一起来学缠柔 希望能帮得上忙 老人家都说 然后乱按摩会有什么出事情 有一个解决方案 对对 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多试试看 希望老婆就是有孩子痠痛 因为老公 老公自己看到也会心疼 怀孕三十周的刘小姐 本身是职业妇女 把握机会来学习新知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伸展运动 其实刚有让我觉得 就是整个筋骨啊 或者是整个肌肉都有拉开 然后也觉得 就是下背痛 是有比较舒缓的感觉 运用药食同源的概念 来调整身体 像是紫苏茶 能够缓解孕吐害喜的不适 也能预防感冒 医疗越来越进步 怀孕期间的不舒服 不要隐忍 可以寻求医疗协助 确保妈妈跟胎儿的平安健康 当爱新闻 唐南军中央坡刘洪志 花莲报道 迎接生命的到来 让人喜悦 可是生命无常 有时候也会听到 出生不久的孩子 马上要告别的难过消息 台中慈激医院 小儿科病房 有一位小女婴 因为脑部缺氧昏迷 其实生命 已经在倒数计时了 可是护理人员 还有志工 仍然决定 要在满四个月大的这一天 为她举办收闲仪式 给予祝福 也是希望让爸妈 少一点遗憾 她从一出生之后 她就是被插管 然后就是绝对卧床 她爸妈真的很爱她 真的很爱 小宝宝月月一出生 就住进小儿家护病房 生命倒数计时 为了不让爸妈留下遗憾 护理人员和志工 在月月满四个月大的这一天 为她举办收闲仪式 听着志工的祝福 爸妈早已泣不成声 我一切太开心心了 跟着名字一样喜悦 把我最大的祝福 祝福你 爸爸会陪你 谢谢你 妈妈在孩子耳边说着悄悄话 也像是最后的告别 好好说再见 让爸妈能继续自己的生命旅程 这两张是月月的 月月的妹妹第二台生的照片 这样爸妈妈对月月她们没有遗憾 也可以就是很开心地 再去迎接一个新的生命 大爱新闻 廖学姓国际中 江丽君 台中报道 此季在亚洲 先来了解一下 菲律宾的医疗环境 虽然说当地也有健保 可是给肤项目跟金额并不多 即便是一场感冒 要去看医生 也得花不少钱 趁着这暑假期间 慈离大学人医飞扬志工 34位的医学系师生 就前往到菲律宾一趟 到了一处教堂参加一诊 看到当地的现况 更加坚定自己的医疗之路 有病不去探视 因为在菲律宾上 医院代价并不便宜 菲律宾纳沃塔斯市 这座天主教堂 早上七点人潮涌现 民众大热天地等待 全是指望着 免费医疗解副病痛 医务人员旁 跟诊的青色面孔 是台湾过来的慈禧大学 医学院学生 暑假报名 仁义飞扬团疫诊活动 目睹过贫穷与现实后 才发现身在台湾有多幸福 觉得自己很幸福 然后自己可以来这里 为他们付出 让他们的健康更有得到保障 怎么说台湾健保是世界奇迹 同学惊诧地发现 同样的小病国内不用花大钱 在这里却是奢侈的资源 像在台湾很容易取得的药 在他们就是要特别来 一诊才能吃得到 从温室走进屏蔽现场 直面而来的冲击画面 让同学震撼到 跟课堂上学的 竟有天与地的差别 看到很多 就是你当病人 或是当其他念书上面 看不到的东西 很直接 我觉得人以反应就是一个引导 或许他会变成 技术很高超的医师 他赚很多钱 可是他不见得会知道说 其实病是这样的过 与病人共情 若在台湾如何体验这种震撼教育 为其八天异症 有如蝴蝶的震翅效应 或许会改变这些年轻的心 带来新闻 珍珊美之宫 菲律宾报道 此际在印尼深耕超过30年 爱的足迹布置在大城市 距离雅加达大约70公里的 北加西县芝卡朗镇 也即将要来盖工修处 举行了动土典礼 这块土地是由一对医师夫妇捐出的 大约340平方公尺 规划会改四层楼 让附近居民能够更加认识慈祭 也期盼越来越多人 一起来做慈善 热热闹闹的动土仪式 此际在北加西县 芝卡朗镇将要成立新的共修处 祇祭在芝卡朗镇从2017年的议诊 开始跟当地结缘 接续又有发放及环保行动 但始终都没有一个所谓的家 直到最近一对医师夫妇捐出了土地 才让会所有了处形 动土当天 雅加达也有不少刺激职工参与 建筑委员曾国魁 慷慨说要 益助建设经费 在芝卡朗镇从1990元 所以已经30万年了 不然我们能够给自己的家庭 在芝卡朗镇从1990元 在芝卡朗镇从1990元 芝卡朗镇未来的新家 将是一栋超过250平的四层楼建筑 不只是当地志工心灵的家 也期待能成为爱心能量的聚集地 大爱新闻 郭嘉文 利万 印尼报道 接下来历史今天单元要回顾8月10号这一天 1986年华莲慈愿手术开刀房开始运作 由外科张耀仁主任主刀也是慈愿第一刀手术 另外还要回顾到2001年 美国大峡谷发生了一起游览车车祸 当时里面有7名旅客是台湾人 志工跨海接力关怀 2001年8月10号 美国一辆满载华人的游览车 在开往大峡谷时发生严重车祸 造成33人受伤 其中有7位乘客来自台湾 在中学担任教职的苏小倩 伤势最为严重 热骨有断掉 那因为现在就是美方那边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赶快过去 从意外发生后 美国 台湾两地志工接力关怀 他们就觉得很压抑 为什么也有慈激人的那个出现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 欢迎 欢迎 慈激师兄 师姐们 对人家的付出真的是 我觉得非常的 不可思议真的很令人感动 当作是自己的亲人 这样照顾的就很感动 我到台湾 苏小倩带着教商 来到花莲 亲自向全球慈激人道感恩 身为一个老师 我想以后我会尽量把师兄师姐 给我的爱再继续传播出去 1986年8月10号 花莲慈愿首刀 佛教慈激综合医院企业 与台大医院建教合作 多位教授及医师也亲自支援看诊 手术开刀房本日开始运作 由外科张耀仁主任主刀 为慈愿第一刀 人力上面因为一干开始 的确是比较缺乏 所以毕露栏里 大家几乎都是以愿为家 从花莲慈愿创业初期一路走来 现在承担台北慈愿副院长工作 见证慈激医疗置业发展历史 喜欢看美剧的人 应该都对DNA破案的情节不陌生 慈激大学的大学生 就把剧情搬到了现实生活中 他们飞到马来西亚 在很多间学校举办了生物营 让中学生采集并且检测自己的DNA 戴起手套拿着棉花棒挂下口腔黏膜 这一群吉隆波慈激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采集自己的DNA 取自自己的DNA 然后再去做这个实验 最后看到自己的DNA的pattern 自己DNA的指纹跟别人的不同 目前有很多影片是有关犯罪现场 找DNA指纹去捉犯人 他们对这种剧场非常喜欢 所以我们就借现代年轻人喜欢的课题 来把它带回到课室 台湾花莲慈激大学分子生物 即人类遗传学系老师 走入多个学校举办生物营 希望能让学子探索科学的奥妙 将书本类的知识用实验印证 加上深入浅出的解说 提升学子的见识与智慧 也引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科学天地 大爱新闻林彦君 马来西亚报道 科丁联盟协会和慈激基金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为发展中国家 来输送失资人才 帮助贫困国家反转教育 脱离贫困 这次合作是以城市语言实资培育 媒合受助国家种子教师 以及平时的工艺共善三大面向 期盼达到企业共善的力量 藉由科丁跟慈激的合作 爱子在语端看见希望 科丁联盟与慈激基金会 从手中交换的备忘录开始 教育与科技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科丁他们一贯的教育 不管是书面或者是电脑上云端 在当地培养这个种子老师 学生懂了这个专业技能以后 他们就对未来的这个专业的职场 他有这个能力 那希望能够翻转他们 软体与硬体双管旗下 华硕再生电脑支持 增强硬体实力 科丁量身打造的师资培育计划 发挥一加一大与二的力量 我们除了教他们知识员 能够教他们诚实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尤其落后的地方 硬体是很难翻身的 可是软体是可以让他们很快翻身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软体的实力 能够透过这次的合作 把它撒到更偏远的地区 科丁联盟与慈激基金会结合两方的长处 培养种子教师成为园丁 用善与爱浇灌 为当地孩子带来翻转未来的希望 大爱新闻 黄晓晴林立一台北报导 响应七月吉祥月 各地志工举办了祈福会 北部地区包含在土城的清晰活动中心 还有慈激三峡园区 最近都有相关活动 大家一起公斋敬佛祈福 借着唱颂慈悲三昧水缠的理念 慈激之工邀请社会大众多儒素 尤其农历七月吉祥月 可以把传统祭祀习俗改为祈福会 临近三峡慈祭的各个区好几个里 里长或社区发展协会都来参加 一起祝福社会祥和平安 土城慈激之工也与清晰礼 永妇礼合作办理 在活动中心布置现代佛像 大家佛前尽心祝福 在民间人家说鬼夜鬼夜 我们都会很怕 然后上人讲的 理想夜就是孝庆夜 会让我们觉得说 这是让你很心安 许多习俗流传的目的 其实也在提醒人们敬天爱地 而慈激推广卢素 鼓励大家增加无肉饮食的次数 就是对天地万物直接的爱护 大爱新闻知识 美之工台北综合报道 国际方面来看医疗突破 国际关键字半生麻醉手术 听起来就有点可怕 因为手术时意识是清醒的 而且这个还是肾脏的移植手术 可是美国完成了全球第二例 手术床上的病患意识清醒 甚至能跟医生交谈 美国伊利诺州西北纪念医院的医疗团队 在7月中成功完成全球第二例 半生麻醉肾脏移植手术 往常肾脏移植手术需要全身麻醉 但全麻可能会损伤身带 对记忆力专注力和反应速度 带来短暂影响 且对年纪较大的患者负担较大 采取脊髓麻醉也就是半生麻醉 不只解决上述问题 也让患者能大量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了感染风险 医疗团队表示 医疗团队表示 移植领域已经打开新的大门 他们会持续累积成功案例 希望未来半麻肾脏移植 能应用在更多患者身上 戴爱新闻 两晚编译 再看到孟加拉在选生带头示威之下 最终导致了执政15年的前总理下台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8号返国宣誓就任顾问 负责领导孟加拉的临时政府 在热烈的掌声当中 尤努斯走进总统府准备宣誓 他表示孟加拉获得第二次的独立 呼吁要恢复秩序 做好建设国家的准备 接着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气温27到36度 降雨几率20到40% 中部地区 气温27到34度 降雨几率30到50% 南部地区 气温26到32度 降雨几率70% 东半部 气温27到33度 降雨几率20% 离岛 气温28到34度 降雨几率20%到4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是林怡婷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